那我就再重新创建个包 PACK Comp.黑马 带点这个 A R A Y Array 然后Ctrl N 然后一个叫做Demo A R A Y Array Ctrl V粘贴一下 我们要做冒泡排序 好 int中括号 我把这个数组拷贝过来得了 你随便给个数组就行 不是说非得写成这样 什么数组都可以 好了 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数组 我要对它进行排序 那这个排序咱们也直接写个方法 写个方法来做 叫做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 好 一 返回之类型 返回之类型 因为我们直接操作的是原数组 要对原数组进行排序 所以返回之类型直接是 Voy的就可以了 二 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我们操作的是一个数组 所以参数列表应该是印的中括号 AR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就来一个 Public ST TSC Static Voy的 叫BubbleSalt B-U-B-B-L-E BubbleSalt 这里面传什么呢 传一个数组 印的中括号 AR 好了 刚才咱们总结说 用Fold线套循环 那就来一个Fold线套循环 先写出来 Fold加息线 然后呢 再来一个Fold线套循环 Fold加息线 好 咱们先把这个Fold线套循环 先写出来 然后呢 再去分析 怎么分析呢 这个外层循环 是不是决定这里是几次啊 你看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我们用几个数 是不是用五个数 五个数 其实比较四次 是不是就够了 明白这意思吧 你看第一次比完之后 这个数出来了 第二次比完 是不是这个数出来了 第三次比完它出来了 第四次比完它出来了 那这个数还用再比较了吗 是不是就不用再比较了 所以五个数 只需要比较四次 那么只需要 只需要 比较 AR.learns.1次 就可以了 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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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要 比较AR.learns.1次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就来一个 这干嘛 是不是写个1 那好 那再来看这个图啊 那么接下来呢 这是内循环 我们把这块内容 拷费出来 复制 Ctrl V 粘贴 那么来看里面 里面是0跟1在做比较 1跟2在做比较 2跟3在做比较 3跟4在做比较 那么第一次呢 它一共比较了 四次 对不对 它一共比较四次 那好 那现在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它是两两做比较 那做比较的话 我是不是用衣服做判断啊 如果 0跟1 1跟2 那后面始终比前面多一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来一个AR J 然后呢 大于 AR 怎么样 是不是J 加1啊 因为你只要一进来 这个循环之后呢 它是不是J 就是从0变化到1 变化到2 一直在变化呢 而我们这个 0变化到1 变化到2 变化到3 是不是这样变化的啊 好 所以呢 是J和J加1 在做比较 那么0跟1做比较 是不是J和J加1啊 1跟2 是不是也是J和J加1啊 好 那现在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再来看啊 A小于AR点Lurance 那么J现在是5 那么 AR点Lurance是5 J最大取得是4 然后在这里面 4加1 是不是就变成5了啊 而我们这里面 最大比较是多少 是比较4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怎么样 也减去一个1 为了怎么样 为了防止 所以越界 减1 为了防止 所以越界 这块能看懂吗 我再说一遍啊 你看 J最大取的是4 因为我们Lurance 长度是5嘛 所以J最大取4 那J加1就取到了5 而我们有没有5 就是说没有 最大是不到4 所以减个1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再来看啊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呢 从外面第一次0进来了 0进来之后 这里面是J J是0对吧 那现在5减1 这就是4 那么J最大取得的是3 那么0123 这是4次 那么第一次内循环 循环了4次 可以 跟我们正好符合 然后第二次 I加加 I变成1 进来了 进来之后 J还是0 然后这个地方 还是小于4 那么J最大取到3 0123 是不是又循环4次 那你看我们第二次 循环几次 第二次是我比较三次 那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啊 我第一次呢 这个位置其实相当于 减个0 相当于减个0 那这是 5减1是4 4减0 是不是这个位置是4啊 好 那我里面相当于循环了 4次 然后呢 I加加 I变成1 从外面进来了 那我这里是0 然后呢 J小于的是 这个是5吧 5减1 是4 然后我再减个什么 第二次我就减个1 那这个位置 就变成3了 那K取的范围就是 012 那是不是就跟咱们一样了 比较三次啊 然后第三次呢 我进来之后 我减个2 然后这样的话 他说就比较两次了 然后第四次呢 我减一个3 那这样的话 他说就比较一次了 那这个减0 减1减2减3 正好跟谁变化一致啊 是不是正好跟咱们这个I变化一致啊 所以在这里 咱就减个什么 减个I就可以了 好了 那里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换位操作 int temp 就等于了 A2 K 然后呢 A2 K A2 K就等于什么呢 A2 K加1 然后呢 A2 A2 T加1 两个变量 借助第三方变量这个 你记得啊 还是不等于temp呀 好 那现在我们就做了这个了 好 那么接下来来看啊 这个叫做减I 为了干嘛呢 提高效率 减I 为了提高效率 然后我们就运行一下啊 运行一下看看效果 来一个BubbleSort B-U B-D-L-E Sort 然后呢 里面放一个A-R 好 运行一下 运行 大家看 为什么没有任何输出啊 你看这里面是没有输出 为什么 哎 有同学很聪明啊 已经反应过来了 因为你在这里面是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打印啊 这只是一个排序吧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方法 干嘛 是不是打印的方法 好了 那么来一个叫做打印 打印数组 好 一 返回值 类型 那返回值类型 是对原数组进行操作 所以是 Void 二 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对数组进行操作 所以列表应该是印的中够号 A-R-R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咱们来写吧 叫做Public Public static static void print int 中够号 A-R-R 然后我们来一个 报 报导价接线 打印是不是很简单啊 哎 然后直接在这里干嘛 SYSO 打印 A-R-I 然后再加一个空格 然后把L-N怎么样 去掉 好 然后我们就调用一下Print的方法 调用一下Print A-R-I 运行一下 来看运行 看结果 1324576980 怎么样 是不是给排序了呀 这就是冒泡排序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用来打印的 而我们这是用来干嘛的呀 是排序的 好了 那么这个支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